《華耀小姐競選》 歡迎大家回來《華耀小姐競選》的現場 潘衣 剛才你在後台也聽到我們說過五條題目 你猜中了幾條? Every question 都猜不中 因為像我這樣的MIT的智商 我覺得高點問題很簡單 但是我覺得小麥那個問題 我真是覺得 你猜中了嗎? 我覺得是對的 因為我好希望能夠長高 因為雷真是很高的 看來看 所以我坐這雙鞋子很合你 我好希望會高一點 不好意思 都可以了 所以我覺得剛才問題還是有些困難 就是真真假的 Half and half 你講這些很行 你作為一個資深的主持人 Half and half真真假的 Compare你我就是小朋友 Young man 我希望待會六號至十號的嘉莉出來 就不像你那麼狂狂在這裡耍我 也不一定 那麼接下來我們要看到的是 六到十號嘉莉 他們將繼續帶我們去到不同的國家 帶來不同的風土人情 而且帶我們一起來猜猜真真假假 首先有請六號嘉莉 我們一起來看 我們在這裡有些非常香氣 這次有一個新型讓人 會來一個人 今次變成的 大爆發 我來跟大家看 有都尋了 也有這麼無言 有 兩個 uw貓 還有一個精神 6号,王家文,方龄26岁 最难忘就是和父母一起去旅行 他今天推荐的是中国的敦煌 是丝绸之路的重镇 当地的莫高分更加是艺术的宝库 维多利亚,你好 两位思义,你好,大家好 你好,听清楚题目了 题目的主题就是单车加装防盗app 从此不怕被人偷 近年中国经济起飞 但全国仍然有很多部单车 暂时数到5亿部 如何防止单车失泄真的很重要 但现在有一个防盗贴 只要贴在车上一旦有人偷车 一公里之内 你的手机都会收到警号 同时可以展出塞车的位置 包括塞车 你信不信真的有这样的装置呢 如果我会选择,我会选择相信 因为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什么app都有的 我知道有一个app 是可以帮主人寻找它 不见了的宠物 所以无论宠物走失了 或者宠物太可爱 所以被人偷了都可以找到 但是放在车上 你会觉得waste money 不过 因为很多人都会用单车 去运动或者上班 所以一点都不浪费 但是现在,你说我刚才的数字就是 全中国有五亿的单车 如果这个APP 这个装置是这么流行的话 我们应该有很多广告 或者已经在图什么 已经买到了,对吧 我暂时还没看到 我是计划者 你会不会改变你的初衷 是真还是假的 信不信 我也是信 我可以多说 我给你多一点提示 好 汽车这个装置 我已经见过 我已经见过 真的使用过 就是放在车上 但是单车 我不知道是否 给你多点 给你多想 我会 我还是选择信 最后答案 信 抱歉 是没有这样的事 其实这件事 是有点捉紫塞的 汽车是有的 单车暂时是没有的 可能因为 数目太多 我想要设计这个装置 这个APP 可能就比较困难些 因为很容易 其实那个装置 都被人偷了 对了 所以有可能他现在正在 看了我们的节目 今晚我们会有的 对 好多一点 谢谢 谢谢 Victoria 好 接着我们请出 7号周卓妍 为大家推介的旅游异点 就是墨西哥 5号周卓妍 7号周卓妍 霍灵25岁 她曾经独自去亚洲旅行 亦都试过坐的士不够钱 要向当地人借 但依然坚持去探索新的事物 对于喜欢日光浴的Jesse 去充满阳光与海滩的 墨西哥旅行的话 简直是如如得水 完全没有难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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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詩仪好 大家好 你好 听清楚了 好 题目是 终成为旅游热点 你信不信 有一个这样的主题乐园 分场 我相信有这样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每一个国家 都有他们不同的文化 既然墨西哥人 相信丧事是一件 开心的事的话 建议一个游乐场 应该很有趣 另外喜欢刺激 和大胆的旅客 去到那里一定会去观察这个地方 你说的是你自己 大胆的旅客 墨西哥人 是不是觉得死了 是不是哀伤 我不清楚 但是我只知道 黑人 新奥尔良那些黑人 喜欢那些亲人死了 唱歌跳舞 When the saints come marching in 那些就是慶祝 但是墨西哥人 有没有这句传统习族 你这么喜欢旅行 你知不知道 我们都有曼姓节 为什么墨西哥人 不可以 这个是你公司 曼姓节 对 曼姓节 如果建议一个 坟墙的主题公园 你会不会去 我自己就不会 不过一定会带 另外九位家人一起去 带我去 你们也可以来 我想问一问 如果你作为一位美女 要你去主持 这间坟墙的主题公园 你会扮成什么造型 我想我会扮成 你的太太 扮什么造型 你觉得你 Halloween会扮什么造型 一位巫婆 很难扮扮 你这么可爱 一位巫婆 因为他们可以 哄小朋友过来 巫婆可以哄小朋友 即是僵尸也可以 做主持一样 是 下次这样 我就带着假牙做僵尸 你和这个巫婆 一起去这个主题公园 不过是假的 没有这个主题公园 是没有这件事的 不过不要紧 你的理据 我觉得相当有说服力 谢谢Jesse 谢谢你 谢谢 好 接着8号 孙瑞 想和大家 由北半球 去南半球 很舒服的地方 很多阳光的地方 去澳洲 接下我们请出8号 孙瑞 请不吝点赞 8号 宣瑞 方宁22岁 她觉得和最投契的人 来一次 很羞慌地说走就走的旅行 可能看到会更多更美的东西 而澳洲就好像一个 等待发掘的宝石 相信会给他带来无限惊喜 Ray 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你好 好 听清楚这个题目了 公司不见了池羹 聘用专人做研究找原因 在澳洲墨尔本 一间调查研究公司的茶水间 整天不见池羹 于是动用了140人 花上了五个月的时间 真是很空闲 去做调查研究 结果发现只是员工没有手尾 你信不信澳洲真的有些 这么空闲 没人做的人 有些什么公司呢 他在某个人走 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澳大利亚墨尔本有家公司 就是调查研究公司 他们茶水间的小汤勺不见了 然后他花了五个月的时间 花了140个人工去调查 怎么回事情 后来发现只是他们的员工不小心 就是没有收拾扔掉了 你相信这件事情真的还是假的 我觉得完全有可能是真的呀 为什么 我觉得主要有两个原因吧 第一个我觉得很简单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自己的日常生活 像什么叉子 勺子呀 这种小物件 大家是否也有随手丢弃 或者随手搁置 然后找不到的时候呢 所以我觉得在公司这种大环境下 这种情况就更是正常了 那么第二个原因呢 是基于我自己的日常生活 我这个人呢 不开心的时候 喜欢收拾东西 然后扔东西 以此来缓解压力 那么我觉得现在员工 生活压力这么大 说不准扔勺子 是他们缓解压力的一种方法呢 但是你觉得公司花这么多钱 这么多人力去做这个事情 这么长时间 会是真的吗 我觉得会是真的 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 其实很正常 很多时候一些公司看来的大亏损 其实实际上都是日常生活中的 一些小缺失造成的 虽然我觉得这个公司 如果我作为高管的话 应该也会觉得很郁闷吧 但是这个调查谁来付钱呢 五个月时间 公司自己付 公司付呀 那这个五个月就没有收入了 就自己查自己的东西 调查完然后所有人被开除了 但是找到原因之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提高效率 对呀 以后就不会再有亏损了呀 我一定要把你介绍 给这家公司 你认识他们老板吗 因为是真是 真有其事 搞没有死的 可以发生的 一番的 job 哇 侯远 谢谢 谢谢 谢谢把好 这样也被他撞中了 好的 好 今天出场是9号张志佳 推介的国家 是处处有惊喜的印度 来看看这首号张志佳 好,没什么意思 好,没什么意思 9號,張子嘉,方寧,22歲 喜愛和歷史探索文化 小時候更加想過做考古學家 印度既是文明古國 亦是急速發展的國家之一 加上濃厚的宗教色彩 對於Cassandra和遊客來說 也有無比的吸引力 Cassandra,你好 Cyrie好,大家好 Namaste 剛才太過夜視鏡了 Cassandra,你好,我說了 好,聽著 執牛牛的米田貢 換剿氣池,夠環保 又可以清潔使用 你知道甚麼是米田貢嗎 不知道 請示範一下 我不知道 示範一下米田貢 你今天的責任就是… 我突然之間聽不到廣東話 好,我給你一個時間 你給你一個示範 米田貢 不知道 不是,傻了 真的不知道嗎 我們真的不知道 我是不知 好 米田貢即是… Winnie the Pooh的Poo 知道了嗎 知道了嗎 但是實在太影響衛生了 所以政府決定 誰可以掃走這些便便 就會幫他在家裡 建一個沼氣池 這樣呢 這家人就可以利用米田貢 這些糞便 產生能源 街道又可以乾淨 那家人可以有免費的能源 一舉兩得 你信不信呢 你明白嗎 明白 明白 我打算又要解釋給你聽 什麼沼氣池 很難解釋 這次解不到了 我說是信的 因為雖然這個方法 比較臭一點 現在… 不臭的 因為那些牛吃草 不臭的 Winnie the Pooh的臭一點 繼續吧 現在的技術和科技 這麼延長 我覺得這麼創意的 可以幫助清潔街 和給予更新的能源 應該要考慮一下 如果加拿大 加拿大 推行一件這樣的運動 其實我看到很多公園 都有狗的Pool 那些人會收拾 你會不會主動做為宣傳大使 幫大家開始 哇 要什麼slogan 可以幫到大家 我會做 我都會收拾自己的狗 的字 很坦白 我就是想聽她說這個字 我又不懂這個 因為我見識比較清楚 沼氣池英文是什麼 沼氣池是什麼 他不知道 就是 something that turns poo into energy 是什麼呢 我真的不懂 這會是個問題 給所有觀眾 這裡 如果你回答這個 我想你馬上可以贏 對 現在 1分鐘 1秒 其實 沒有這件事是假的 不過 勇氣可嘉 因為她說 如果她做旅遊大使 在加拿大 她都會主動幫大家 幫大家 狗的便便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謝謝Cassandra 到最後一位了 她就是10號的古善賢 想和大家推薦亞洲熱門的旅遊地點 我很喜歡去的 去泰國 10號上場的古善賢 去泰國 我們能看见 岩礫賢 旅行 八月 要 沒有 要 看 10號,古善妍,方寧24歲 熱愛洗滴心靈之旅 覺得這樣才是放假 這樣泰國有這麼多度假村 而且還有陽光與海灘 比Samantha選中,真的一點也不奇怪 Samantha,你好 Ceo好,大家好 Samantha的笑容很漂亮 大家覺得,對嗎 真的好 好,聽著吧 泰國大象節 大象有駕放,有得休息 泰國將大象視為尊貴和吉祥的動物 但是同時 大象也是當地要負起勞動力 做旅遊大使的 為了慰勞這些大象 泰國每年都會舉行大象節 放牠們一日駕那麼多 還會準備好多好吃的食物 任牠們吃 還有,還有一些憎慮會重驚 即是… 摩抬頭髮超到那些死了的大象 你信不信在泰國有這樣的字日呢 我會信泰國會有這樣的字日 去祝福大象 譬如說,你贏了獎 你也會祝福大象 這個大象的泰國的文化 我覺得牠們會祝福大象 是,但牠剛才提到這件事 就是有一個祝福的方法 就是請那些僧人 就是那些人在那裡中驚 超到那些死了的大象 那些大象哪知道你正在超到牠呢 沒用的,你給牠吃就說 是不是有點過分 是不是像一些假的東西 要唸經超到牠 即是你選完之後 你不會唸經超到那些選不到的階藍 怎會呢 對 but you know Samantha,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牠們會 牠們會… 即是會超到那些死的大象 你覺得是有意思的 我覺得是有意思的 你去過泰國沒有 我去過泰國 對,你喜歡泰國嗎 我很喜歡泰國 有沒有騎過大象 沒有 有沒有被大象騎過 即是抱過你 沒有,我去了蘇梅島 好的 也有的 下次你去到 試一下遇到這一天去 因為真有其事 是真的有這個大象節 好,恭喜你 泰國政府已經將本年3月13日 定為泰國大象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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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位嘉莉 就和大家見過面了 考過他們的口才 身材 剛才你不是說 你只是看他們的口才嗎 你剛才好像 整天都看別人的身材 那是錯覺 我覺得其實所有嘉莉 今天應該很開心吧 而且是所有現場 包括電視機旁 所有少女們 中年的姐姐們 的偶像 因為你站在他們旁邊 問他們問題 所以很多人很想上來當嘉莉 會嗎 會啊 OK 因為你主持選秀這麼多年 所以粉絲肯定很多呀 對嗎 不過我覺得做這個選美的主持 有一個很難的地方 你有難的地方 有 我覺得everything is actually too simple for you 不會的 真的 其實最難的地方是甚麼呢 我告訴你 是真心話來的 就是難在 又要做 但是做了又好像沒有做 甚麼意思 因為 你不能搶走嘉莉的風頭 但你永遠搶走 你又要表現到自己 但又不能害過嘉莉 這件事是最難的 對 所以我經常搶走他們的風頭 怎麼辦呢 你不行 你跟我學習一下吧 好好 我一直跟你學習 我們差了三十多歲 好了 看過他們的身材 後才 那待會 還有很多才華要展示給我們看